哈喽大家好,我是巧克白 我是娜迪亚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不管是人好久不见,还是这个场地好久不见 我们今天玩的这个地形就是边界生存 同一张地图在很久以前我跟娜迪亚一起玩过 不过很可惜,我们都没有看到终点 经过这么久,我还是不知道终点是什么 所以我决定原班人马再度挑战 这次说什么都要走到最后 好 准备好了吗 好了 好,预备够够溜 现在旁边白色这个是边界 我们没解到一个内建的成就 就它就往外扩张一格 那现在因为只有一格,所以我们哪里也去不了 来吧,第一个成就我记得跟砍树有关 那迪亚交给你 好 好,我跳跳,我跳跳 好像没差 诶,真的诶 诶,不过跟以前比起来 现在的边界是在一格方块切齐 而不是在方块的中间诶 以前就算边界是一位可以凑出去半个身子 现在不行了 诶,我刚刚就很好奇 我们如果拿到成就 是一人拿到一个才能解还是怎样 结果它一 你拿到成就,我这边也跟着解开了 它好像是同步的 所以只要一个人解就好 好的 好,现在已经开一格了 来吧,你身上 等等,我需要 我们现在需要树苗,对吧 诶,对 对,对呢 等一下 这里有一格冰 等一下,这一格是水吧 它不是蓝冰诶 它是冰块 真的诶 我先做合成台 好 有了有了 对,我又有一格 哇哦,这次有牛 蘑菇牛要干嘛 暂时没用对不对 喝汤 要不要我们做剪刀把它变成普通牛 好聪明哦 聪明的陶宛 你这个袋子 你这个袋子 你是笨蛋吗 才不会有人做这种事 才不会好哦 我们可能先需要一个稿 给你 给我干嘛 你去,你去挖 你捡起来了,你去 好不劳力的工作 我们有没有办法再解一个成就 哦,马上解了 吃血吃血 哦 哦,它是慢慢往外扩的耶 哦,好酷哦 第一次注意到这个动画 这代表你都没有在看我的直播 我们UHC边界就是慢慢缩 你没有看过它慢慢缩吗 就我扩了一格 哦,真的耶 旁边有岩浆 这个到时候边界打开就要好好的保护它 那是不是应该先做个柵栏啊 我们有那么多木头吗 这位小姐 你身上有多少原木 三个 我们当务之急可能是先找到一个可以种下这个树苗的 好 你忘记你是苦力了吗 有没有可能再解一个成就 最近的是吗 铁钉 铁鎬 岩浆 然后做出铁盔甲 原木先烧一颗木炭起来好了 好 好 我们有三个木炭 先做火把 然后拿在手上 短暂的照明一下 好 OK 编点一半 哇 好耶 我发现铁了 我们可以解第一个成就了吗 可是没有东西可以烧耶 我身上还有一颗炭 哦对了 这一张地图啊 我曾经看过巧克力直播 我知道底下有一个苍蕴洞窟 所以我先往下挖 好 虽然现在去苍蕴洞窟可以干嘛 我是不知道啦 但它有嘛 我们就去看一下 我挖到铁了 那你有石稿吗 没有 石稿小天后没有石稿 我挖到 台前方块了 到了 好快哦 what 搞坏掉了 这里这里有铁 我没有搞啦 哦对哦 好希望它赶快长大 我们等一下烧一个铁 它就扩张了耶 你这个墙不就多了一个空隙 对啊 那你干嘛 全部回收 回收 你是不是应该先把 中间那个方块先围起来啊 它深层都在这里的话 哦 我还有道理哦 耶 我发现猪一直跟着你 连动物都一直跟着你 它们真的超喜欢你 真的 它们都围着你绕圈圈 好猎人是会受动物喜爱的 想办法把大家都骗进去 它们这个时候倒是很上道 很聪明哦 都不想进来了 你考虑一下我们现在没有搞 你可不可以不要乱放东西 我们可以这样跳出去啦 那你等一下你要怎么过来呢 放个方块就可以掉进来了 好不 好不 它们就是不进去 而且它们一直往高处爬耶 它们就全部都在外面 绕它都不进去 你现在砍树的话 我们怎么上去 很好打啊 这只牛现在过不来了 你看看 你现在一只牛一只猪过不来 我真的死 要被你提死 抱歉 我们该不会第一天就这样过了吧 什么事都没发生 什么东西都没找到 我还有一颗碳 好了不管了啦 干脆来开成就了啦 要开什么成就 铁啊 哦 只是因为一颗碳可以烧八个 我手上只有七个 所以有点不划算 没关系啦 我以后会有更多的碳的 好那我就放下这招了哦 好的 好 等一下会开很多成就哦 铁拿起来会有成就 做个水桶捞个水又有成就 做个鞋子又有成就 会解到三个 啊这么多哦 嗯 你宝贝 三二一我开 我堵 你要开第二个了吗 要开的话我做个 我先做个鞋子 好 好 然后就给你你先穿 这树怎么还没长大啊 你赶快长大呀 我把它换个风水好一点的位置 然后刚才那一格冰块在哪 我已经找不到了 可以再开一格成就 可以开什么 捞一桶水 欸树长大了 我等你好久了 救星啊 好想要鞋子哦 对我马上帮你做 莫急莫慌莫害怕 好耶 给你 树又长大了又长大了 很快神快 好快乐哦 哇塞我们瞬间变成爆发户 好耶 给你过来 Q 在你脚边 哦好耶谢谢 你只有一颗苔藓方块吗 对啊 为什么 哇啊在 我先去底下 把那个铁挖起来 好的 w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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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好吗 先看 先检查有没有东西坏掉 有没有东西不见 动物都还在 好 哇塞一打开一只苦力盘 有这种事 不过 我找到冰块了 你找到水了 嗯对 谢谢哦 那我要开成就了哦 好的 检查一下那个 他们会不会跑出去哦 不要挤啦 哎你 你有没有水痛啊 我一捞起来 不就解开成就了吗 哈哈哈哈 你这个袋子里 傻眼猫咪 可以可以可以哦好了好了可以哦可以了可以了哦可以了可以了哦 嘿 回去底下挖更多的铁好 我来把楼上恢复原状好 我们干脆往地底发展 好啊 好我要继续下楼溜 好的 下楼要干嘛 找泥土 哦好没问题 这里刚好有个大洞这里就做成地下一楼好了 看今天能不能先解决食物问题 不然我们真的要做一个碗然后一直喝蘑菇汤了 哦发现泥土了 发现泥土了啦 好耶 我突然发现一件事 嘿 我是不是任何地图我都可以完成地底生存啊 对啊 任何地形我都可以做完成血居生活 没有错 哇 突然发现我的天赋了 你的天赋是叫我做这做那做啥的 哇好可怜啊 好可怜啊 有四个泥土有四个泥土来了来了 山山来迟 好耶好耶 中哪中这哦 嗯 好 哇那这样很难中耶 这样只能中这两颗 中间应该可以再一颗吧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是偶数你最好负责一下哦 那就这里啊 怎么会是偶数 哦因为有一边有墙哦因为有一边有墙 不然一开始那个那个格子是基数啊 边界是基数啊 赶快长大啊赶快长大啊 你在修复地形吧 哇好可怜啊 我也想要一点石头 我石头铺这里都不够哦 我先铺我看会剩多少 好的 全部铺板的啊 这样吗 对啊对啊 好没了 没有石头了 我去底下挖就有了 好耶 哎不是 你下来挖也有啊 请问你要我给你是什么意思 好啦我来的 你的稿还是新的耶 开什么玩笑 哇好工整哦 对啊 这边有空就把那个动物引下来 好的 不然我先做一只铁稿 先升级 真的假的 对啊 我们现在有七个铁钉 用铁稿都不会很奢侈啊 主要是解成就啦 做了啦 没有动物跑出来哦 嗯 没有 我们又要下去挖洞了 啊 我们要坐在表面吗 应该只能往地下了吧 我是不知道啦 不过你要往地底发展的话 哎 就是我的强项了 待会我们去仓玉洞窟玩一下 好啊 哎我们有第二个水了吗 还没哦 好像还没耶 岩浆是已经可以捞到了吗 可以 来了我来了 岩浆这样捞得到 在哪 啊你把那个乍然打开 可恶 好不方便哦 我刚才你掉下去了 我会怕 好 我知道了啦 我们去仓玉洞窟 肯定有草 就肯定有种子 就有小麦 可以把动物引下来了 好 如果再遇到个什么僵尸之类的 我们就有胡萝卜了 OK 我挖完了 我在地 地下二楼 挖了一个空间 以后可以拿来种小麦 好的 那地下一楼就是把 那些动物们都 都弄下来对吧 对 好 然后我真的饿了 我还以为 等我挖完上来的时候 会有精美的楼梯呢 抱歉 我都在忙别的事情 请问你都在做些什么呢 你没发现 围墙变得整齐了吗 我发现围墙变高了啦 对呀 就这样 我还砍了树 就这样 哦谢谢 对呀 那你没有剪干净啊 你看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 哦 掉下来了 好来哦 底下会不会有很多怪呢 我不知道 我先倒水再说 好 你等我口令好了 我害怕围下去 结果我们被双杀 哦好 哎呀 听到怪的声音了 对 这不是个好地方 因为水没有扩散开 因为第一处 它刚好往一个方向流而已 所以底下满满的怪 哇那怎么办 哇被攻击了 被打了 对 这边刚好是整个地形的最低点 这么不巧啊 就这么不巧 这边好像还可以 这边还可以 哇 被攻击了 但是把他们冲走了 好耶 我需要下去帮你吗 还不用 我去检查了没有苦力怕 苦力怕太恐怖了 有枯弓 哇塞 太多了 诶不小心解到成就了啦 哦还好动物困起来了 而且我本来是想贴臂的 结果 诶你怎么下来了 我本来是想贴臂的 结果刚好解一个成就 贴臂 对 因为这样才不会被绕背 好多怪的声音 来 好应该还可以 苦力怕没看到 你小心你后面哦 你后面一定要小心 好我走你后面 我们走两个方向 背对背 好的 哎呀 诶我的杜鹃虫 已经是你的了是吗 哈哈哈哈 打掉一只枯弓 两只都打掉了 平安 好的 我只剩一只 好没了 好定 先检查有没有第二个水可以用 有这里有很多水 来捞一下 你捞 呃这里这里这里刚好有无限水 嘿 哇 看一下有没有大丰收 好像还好耶 不过 这个杜鹃虫 我把它打走 你还有没有拿到骨粉 有啊 我有拿到一根骨头 哦 你才一根啊 我想要荧光 呃 嗯 好哦 有人要洗荧光 煤了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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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 不要好了啦 你先留着 拿去吹小麦吗 小麦本来就会长了 可是荧光 煤它自己不会掉 所以你就洗 好的 我有一颗小麦种子 哦好耶 拿去楼上种 给我给我 诶我也有一颗 好 我负责打草 你去洗荧光 哇塞 我们得救了 财富自由 不是啦 食物自由 我看一下 有没有什么物资可以挖 有一格碳 你后面有很多铜 铜哦 铜就算了吧 铜暂时不知道要干嘛 做壁雷针 也不用啊 做望远镜 好像也不用啊 还是你想做 铜楼梯 有这种东西吗 超甩的 我有两个杜鹃虫 我有一大堆 我早就已经当成一个可恶的人类了 我挖了一堆东西走 真的假的 真的啊 我大概都挖了六个 这么多 对啊 这个可以再长啦 骨粉这边一撒它就变了 哦哦 好 好 我们上去种个小麦 你手上有拿水桶了吗 有的 好 那我们要上楼了吗 好的 哇 有点大丰收的感觉啊 你是真的大丰收啦 希望下次上线的时候 它已经变成精美的楼梯了 好啊 至少要是鹅卵石啦 好啊 不然现在一直撞头好麻烦哦 对啊 不知道谁只挖两格高啊 不知道谁一格都没挖啊 然后我想种的杜鹃虫 因为我们现在没有橡木啊 杜鹃虫是橡木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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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鸡 上面有鸡 我上去看一下它有没有跑走 好 你去看一下 希望它可以直接 嘿 这个树撞成枪 我们怎么出去 抱歉 现在地已经变大很多了啦 可以再种在别的地方了 我比较好奇 这个墙是什么意思呢 嘿嘿嘿 这个墙是 不让我们出去的意思吗 你看现在边界都已经跑这么远了 结果我还是在这个墙里面 请问纳迪亚 这个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纳迪亚请说 我怕外面会有怪跑进来啊 那它会不会踩着方块 直接跳进来呢 哎 哎呦 还真的不会哦 你有看过了 我有挖掉一些啦 这个跟进击的巨人不是一样吗 你就是胆小的人了 我 对 好的 那今天的边界生存就到这里结束咯 如果你们喜欢这样的边界 或是跟纳迪亚一起玩的话 就在影片下方点一下赞 让我知道吧 按订阅 看小铃铛就不会错过 我们任何一部新的边界生存影片咯 那我们就下礼拜再见 热民友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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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一下赞啦 背头背头背头啦 呃 yeah 等 等 等